周三 在临近台湾南端的 菲律宾北伊洛哥省海域 美飞肩并肩军演正在进行 联军多艘战舰战机 发射反舰导弹和高精度火炮 在距海岸8.5海里处 击沉了中国制造的船只卡利·拉雅胡号 该船是2020年菲律宾海军退役小型游轮 作为盟军演习的靶船 爆炸后沉入海中 进来中共不断挑衅 在南中国海攻击菲律宾船只 不断加大扰台力度威胁全球安全 今年美飞为期三周的 兼并兼年度联合军演 超过16800名美飞澳军人参加 规模空前预计5月10日结束 来自多个国家的军事官员 外交官和记者 在被伊洛哥省海岸的山顶上 观看了周三的实战演习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玉良 张小宇综合报道